我现在有点不太合理了 对 我现在有点不太合理了 我是个同学 最经验的 他是你同学同学 他是我本身国中的同学 那这个国中的颜值会不会太高 不是 他也是我幼稚的同学 你看他说保养得比我还好 三个人都保养得夸张得好 不然那些林智 再过两个月即将迈入半白 49岁的他动了外表 但也因为真的他有说服力了 有再胖一点吗 这里比较圆 我觉得有比较圆 这段时间60公斤是我 我昨天凉 对 可以说是颠崩 我觉得蛮开心的 就是终于有达到 你会担心电脑这件事 担心 这是一个 毕竟的过程 我觉得也要合理化 因为我现在有点不太合理 对 所以有 有啊 还是有皱纹 所以你说你不会特别去弄掉 我觉得继续住 你现在这个状况 所以我来说要合理化一点 不能不合理 就是跟着 跟着走 对 那或许我要谢谢我妈妈 因为本身妈妈的这个基因条件也很好 因为她 她的状态比我还好 你现在跟小孩站在一起 人家会觉得你是故事 兄弟 而且她现在有那么高 对 她现在很高 要超多高 已经超过 早就超过 现在差不多175.3吧 她的目标是希望到183 所以她也很努力 不停的在大篮球 应该是可以 因为现在 14岁 对 要满15岁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条件 对 因为基因像妈妈不像我 所以我就比较安心一点 而林俊 2022年发生一场严重车祸 经过积极的附件修养 身体状况也逐渐恢复中 你打的那些太和鲸 本来就不用再击开掉 或什么 对啊 那个应该就 过海关没出 会啊 过海关会叫啊 会嗶嗶嗶啊 这边是太和鲸板 从这边到这边 需要解释一下 不用啦 因为这种很多 现在很多手术都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没什么 我记得去拼燃集成到这里 对 我记得那时候做一些表演 每个人都是举到这里 那我现在至少可以到这里 但我的目标是说 还可以再上 然后至少到这里 现在就是要稍微撑一下 可能这一块的肌肉 还在强化 那车可以赛车场吗 呃 练车可以 做任何事情 我想现在就是会 跟过去不一样 因为毕竟经历一些风雨 我想各种事情 不能有着一个 譬如说 侥幸的心态 我想对任何事情 会比较更加的严谨 过去我可能也蛮严谨 对自己可能要更加严谨 我想才能够走得更远 大家也知道我最爱的就是 赛车跟车有关 那如果说 把我最喜欢的一个爱好 跟元素什么 抽掉的话 那我自己 可能会 更加的伤心 所以我觉得还是保有自己的 一个兴趣跟爱好 目前有开车户了是不是 有啊 有啊 就已经开车了